安装我们的气动高铁灌装机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打开箱子机器的配件 首先灌装机电源线一条 空气扩滤器二连键一个 51的卡古一个 63的卡古一个 密封圈 密封圈 脚踏开关 除掉总成 两个M5的螺丝 M5的密尿角扳手 还有一个料斗 好现在我们开始教大家安装 首先我们先安装出料总成 出料总成的密封铁放在这里 出料总成 这个的出料总成放在这里 卡古卡起来 出料总成 卡古上紧 出料总成 安装完毕 清洗的时候也是这样拆桌的 下来第二步安装料斗 料斗密封圈放在上面 料斗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料斗了卡古 也是这种卡古 好料斗安装完毕 第三步安装脚踏开关 脚踏开关 第四步安装 二连键 空气二连键 空气二连键 我们这个二连键有两头 一头这里有个手拉拔 开关 这头是短的这头连机器 长的这头连我们进去 这边插在机器上面 然后放在这里 这里有两个螺丝孔 然后我们用M5的扳手 把这个二连键固定起来 螺丝上进 好 二连键安装完毕 电源 电源安装 电源插头 一头插机器 插在这里 一头插 插板 第三步连接气源 气源外面空压机拉过来 这是气源 插在机器上 气源开 机器气源开 然后把机器调一个方向 我们看一下气源比 气压表 首先调气压表 新的这个是气压表是归零的 我们首先把这黑色往上 这里有个加号一个减号 往加号的方向旋转 把气压一般调到三 调到四到五之间 不能太高了 四到五之间最为合适 然后气压调整完毕 然后我们把机器调整 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保险是安装在这个位置的 假如说保险有问题 哪一个螺丝都把它撬出来 这里面有两个保险 下面那个 有一个是有用的 有一个是备用的 备用的是把它换上去就OK的 然后保险坐在上面 好听 机器已经安装完毕 我们安装完毕的机器 现在是这个样子 除料总成 除料总 脚踏开关 还有这边 电源 电源插头 还有我们的 空心二连键 手柄 好 现在我开始 教大家来操作 调试 打开电源开关 手动自动开关 急停开关 急停开关 手动 我们现在手动 按下脚踩开关 继续工作一次 自动 机器会反复不平的运转 然后我们按下急停 整台机器停止工作 再 再要工作的话 急停 顺劲头的方向 扭一下打开 好 我现在开始 教大家 我现在开始添加物料 这是我们事先准备的物料 我们测试机器用的水 加在料头里面 然后我们开始尝试第一次贯装 我们第一次贯装这里有个秤 把瓶子撑一下多少 重量除掉 清零 然后我们这台贯装机是500毫升的 我们要贯装500毫升 这是这里是调贯装 调贯装量的手柄 这里有两个瓷镜开关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这个瓷镜开关是固定的 这瓷镜开关可以移动的 移动 这个瓷镜开关 它两个之间的位置 它的贯装量大小会有变化 我们500毫升 这台机器本来就是500毫升的 我们把它调到最底 这个瓷镜 这个瓷镜了 好我们现在调 调到最底 最底的话还没到底 最底 好我们现在调到最底 这里还有个瓷镜表 假装我们调好的话 比如说这个瓷镜记好以后 摇到这个位置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这样的数字了 然后 然后我们再查队一下 500克 500克 然后我们再调小的瓷镜那样 摇出来 两个越近越小 第一次要撑一下 以后的话 记这里刻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 380克 380克 很准的 好 然后我来教大家自动 我们现在手动 我们现在的制作 制作就是说 一瓶灌好了以后 第二瓶 转环会 连续灌装 第一瓶灌装 然后再灌装 然后自动调天气时间 调这个 把这个电压缩得越小 等一下 两个三方的时间会越少 你看 这个时间会断了 不用机器的话 继续穿掉 好 现在我们机器已经介绍完成 我再讲一下机器的清洗 快装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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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拆掉以后 清洗 钢筒的话 把这个转滑